没有独立纪念日前夕 美股主要指数大多收红 尤其标普500以及纳斯达克指数 延续最近的涨势再创新高 7月3号收盘时 标普500指数收在5537.02点 纳斯达克收在18188.30点 创下了新高 由财经官员指出 美国经济正在放缓 外界期待联主会有可能在9月份实施降息 来刺激警警